法规未定骑机车都必须要戴安全帽 不管是没有戴安全帽 或者是戴了没有扣好都会挨罚 可是你知道吗 如果是后座乘客没有戴的话 反而罚的人是前面的骑士 机车行驶在路上 不只骑士没戴安全帽 就连后座的乘客也没戴 让人看了捏把冷汗 另一段影片 骑士戴好安全帽 后座却头顶空空 这些影像全部被路过的人拍下检举 依道交条例 机车不在座人 唯一规定戴安全帽 骑士都得挨罚500元罚还 那驾驶人上路之前 对于他所驾驶的车辆 或者负载的物品或乘客 都负有注意的义务 那如果说那个负载的乘客 没有戴安全帽 或者说安全帽没有扣紧的话 会除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还 根据新北市警方统计 去年一整年没有戴安全帽的取缔数量 高达27700多件 全部都是骑士受罚 这回安全帽掉落 导致后面的机车出车祸 警方说被害人可向骑士求上提告 因为如果要载客就得关好安全问题 后续乘客则需连带负担部分责任 只是安全帽怎么会突然松脱掉到底上 市面上安全帽大致分成两种 有双敌扣式 一袋上就可以轻松调整适合自己的松紧度 但光是扣好就要花上不少时间 相对比较安全 另一种卡扣式安全帽则是查销设计 没办法及时调整松紧 不过方便佩戴能马上扣起 袋子却容易变松 经过凹陷路面可能会因此掉落发生危险 最保险的做法还是出门前先调整好安全帽松紧度 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大小 才不会一个不小心掉到地上 不仅危害其他人还会吃上官司 特别希望金轮素佩宇新北市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